《神秘之日》第三节 今天的主题就是看战太平洋 终于说到怪兽 还没说到怪兽之前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就是第一节 原本我们有一个Film Reference 我漏了一些东西 这个是比较奇怪的 就是有一段 原来是很像波瓦斯基的唐人街 我不知道是否有段 就是用刀片戒他的鼻子 就是直接戒唐人街的唐人街 这个我打算说 但是对我忘记了 但是这里要谈一谈 就是我想原来很简单 就是以Chinatown 比喻香港 是 Chinatown 比喻香港 因为Chinatown 的电影讲 有个言语 就说Chinatown 罪恶之缘 是的 这个怪兽的问题 当然第一件事 其实如果用神秘之日的角度 永远都是怪兽 代表了一个人类心理上的 一个什么的现象 恐惧 原始的恐惧 为什么有这个恐惧 为什么有这个恐惧 原因其实其中一个答案就是 这件事曾经真的出现过 出现过在人类的历史上 当然科学上很难论证这件事 甚至否定了一件事 因为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距 尽量尽量找一些实质的证据 证明给大家看 就是可能真的有这个原因 因为世界是有怪兽的 是的 是有怪兽的 第二个就是 可能这是一个心理的现象 就是我们对自然界的一些恐惧 但是在说这个之前 当然有很多男性的观众 就不得不想看这本书里面的 怪兽的造型 是的 我们也要承认这些观众 为什么要有男性观众呢 是的 我想女性观众也有兴趣的 这些挺可爱的 是的 喜欢看怪兽的那些 OK 这样就会喜欢 即是在台长的那个心目中里面 只是男人喜欢看怪兽 女人 你因为喜欢看男人 没错 是不是这么说 是的 因为如果在戏里面 怪兽的稍信即逝 你就不能够捕这么清楚 究竟是什么 但是起码这本书里面 很详细的每一个造型 骨架 甚至是他灵感来自哪个神话 或者来自哪些神话 都具世无畏地说给你听 是的 但是基本上是一件事 第一件事 我想是做怪兽的基本原则 我不知道两位同不同意 是的 基本上怪兽的大部分形象 是来自恐龙 嗯 固然是 是的 是一具形的生物 是的 但是其实现在刚才我所说 去到大影的那些就不止了 不止的 它用了很多现实生活当中 大家熟悉的东西 不论可能是动物 昆虫 甚至乎在历史上的一些巨型的建筑物 或者是什么 不 我觉得有点有趣的 它在这部电影都用了的 那些怪物 它除了有一种叫昆虫 生物 那种形态之外 它还有一个特色 尤其是它的骨落里面 有些你会看到 这个分别好像一个武器那样的 就是好像西牛的角 但是它就是你会看到 它一出现的时候 那只怪兽 尤其是它的头 像一把刀 是 有一个被它堆死的 是的 这种你会看到 这些怪物 就是一出来的时候 形的设计是一种战斗兽 而它用的那些武器 它那个叫角 就是等同于 那些人类用的那些武器的改装 而加上这个异形效应之后 口中有口 或是一条舌 都有不同的 口水都是溶液 对 那些大家以后知道 噴尼的时候 就是 藍色的那种 叫菇那种 是要走的 它每一种怪兽都有名 其中一种 我想都是灵感的 是来自阿凡达 会不会 它心里会飞 有变异的那种 不是 它这个也是大影的 加美拉的怪物 其中一个 因为它一张咬 就是它一只吸血蝙蝠 那只巨兽是很恐怖的 在那个电影里面 那人是像那一只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 日本的怪兽 大家有个假设不同意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 Cathul的原型 因为当时它是画了 一些简单的素描出来 但去到具体了 一个影像 有一个模型 基本上是不出日本的怪兽片 是 是 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 第一个是否这一只 就是这个是哥斯拉 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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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是它第一只出的 叫哥斯拉 是 第一部好像不是叫哥斯拉 是的 第一部其实它最初是 它是这样讲的 不是 它是52年那只 不是 54年那只 这只哥斯拉 就是一个怪兽电影 最经典的一个人 最早其实是哪些呢 可能是雪蓝那些 即是大大隻 你疑似是星星那些 为什么呢 其实最初 它们未去到一些 是用过 大过普通的都市那一只 最初还是用真人 再大 穿 是的 穿过这个衣服 那些叫 它刚才也有写的 叫怪人电影 是的 由怪人电影 突然会出了一些 巨型怪兽电影 就受惠于Ultraman 因为Ultraman 不是 Ultraman是哥斯拉之后的 那类开始想出来 那类也是 原谷英二的后面 1954这一只 是不是这一只 这一只 就是最舊 其实应该是1952 1953 1954应该是国际版 外国看的就是看有国际版的 多了穆迪铁探长在那里做记者 哦 浪西 这一只是巨兽电影的经典 这个导演 他纪念的本多猪四郎 也是哥斯拉电影的导演 到最后没有给予了 有 不是给哥斯拉 是本多猪四郎 本多猪四郎 最后会飞那一只 是这一只 这一只 也不是 这一只 这一只 就是东宝的那一只 你会看到有这个形 但如果你试一试 找大影怪兽 那一只可能会再刺一点 是 基本上 我想这些怪兽的原型 都是来自恐龙的 一些夸张化 是摩斯拉 是 是非俄 是非俄 即是摩斯拉 那一只 其实就是 刚才我所说 它除了说 你对恐龙的记忆之外 它将一些 你生活里面的东西 扩大了 你很害怕 我们换个例子 其实 RAM 只要换个例子 我换个例子 大蜗忽 可能不像怪獸片裏面的怪獸 例如這隻是新的 驚天賴,這隻像不像? 這隻是吸引蝙蝠 如果這隻可以跟這隻相比 即是這隻,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這隻叫做,日文怎麼讀的? Kiaos 就像這隻 這隻是它經典的怪物 所以你會看到它有哥斯拉的概念之外 它是加上加美拉的故事 加美拉,這隻龜是可以 飛天龜 你會否發現是在龍珠都見過 它是龜仙人巢 可以自轉,很厲害 所以你會看到它是大影怪獸 它都用了不少 所以它第一隻怪獸 我現在找回加美拉裏面出現過的 那隻型給大家參考 下面是卡美拉 卡美拉 六五年那個 卡美拉 卡美拉 即是這隻就是 龜變的 即是龜變出來的 是的 它有很多對手 就是像現在這部電影 它用的怪獸造型 這些怪獸有多少是來自日本神話 其實這個概念不少 但巨獸我想來於大影的一個 你剛才也說過 那個叫大魔神 是的 那個故事的概念 即是巨型的怪獸 因為這些巨型怪獸 是日本不知道為甚麼 它的電影 或者它們的超人 甚至那些機器人 都喜歡是這麼大的 應該說是兩個介绍 這隻 是的 這個就叫大魔神 這個藍本 其實剛才說 真的嗎 不是 你說真的意思是 他故事裏面的那個大魔神 即是很巨型的一隻東西 而且最初 它的故事說 它是分碎了 在山上 噢 它原來是一個神像 其實應該這樣說 其實有兩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 所有這些機器人片 或者怪獸片 我都說 根本是我們人類的偶像 崇拜的一個後果 簡單說一句 你在打怪獸 我真的不明白為何 做一個人形的機器人出來 其實為何不索性 你竟然可以有三隻手 為何不弄八隻手出來 每隻手上都有不同的兵器 其實我們每一個 為何會推崇 甚至乎是崇拜一個巨人 其實原因就是對人類 我們設計了 我們幻想神 其實整個所有創作當中 是人造神的 他覺得就是高大威猛的 還有人形 記住人形 代表正義 而高大 但你基本上 你世界神話上的共通 是大家對大的東西都害怕 是 所以對巨型的東西 全部都是一種敬畏的感覺 如果是人形的話 假設他是正義的方 而如果不是人形的 是瘦 甚至乎一些我們覺得 可以審美眼光之後 是很醜樣的東西 就代表是邪惡那邊 這是因為我們生活當中 我們建立了一個善惡 或者對錯價值觀出來的 所以變成如果日本 你要做一個文化創作 剛才所說 可以用一些巨人去打 一些巨大怪獸 這個視覺效果已經很厲害 還有這裡呼應了 人類一向心理學上的東西 而第二是甚麼 其實日本的傳統當中 其實邪神的傳說 雖然不是具體說 一些很巨型的東西 但他們都會說 一些他們的力量 是超越了人類的 所以剛才我所說 這些電影最初是由怪人電影 慢慢變成怪獸電影 其實是一個進化過程當中 而更重要的是 這些邪惡的東西 原於你的心魔 這個其中一個說法 這個我待會再說 但對於聽神秘知識 或者宗義神秘學的觀眾 第一件事聯想到 在人類歷史上 有沒有曾經記載過 描繪過 畫過 這些掛數出來 事實上是有的 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這隻 這隻是直接在 巴比良的城牆 畫出來的 這隻畫 我想今時今日都用得著 我們神秘知 有一次講龍 也有提過這幅畫 而且它的比例很高 這裏看不到 但有趣的地方是甚麼呢 就是當時 其中一個影像是怎樣 有些矮過的人 大概矮過現在這隻腳 就用一些承索 鋪著牠 好像養寵物一樣 這真的出現在人類的描繪上 而這個情況 好像 似乎是代表一些真實的動物 很巨型的生物 很巨型的 而這些人是可以馴服牠 重點是這個 是的 除了這個之外 剛才我們提到的 巴比倫那些神話 亦有一些類似的 例如像這個 這個 這個真的是打怪獸 這個 但比例是很接近 這隻可能也是機械人 這隻 是古代 是 有役的巨修 有役的巨修 這個真的畫出來 不是 這是壁畫 這是浮雕 浮雕 這也是有一些戰士 跟他在搏鬥 這個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其實是一些記錄下 歷史上的事 在古代 我們會靠這些壁畫 甚至一些文字以外的東西 去記錄下這些事 而第二個 其實你不可以否定 它可能是一個裝飾品 有可能 但這個裝飾品 為何會有這些元素在那裡 究竟是真人真事改編 還是一些美術加工的效果呢 但你看到 其實在巴比倫的城牆 他畫了很多這些東西出來 當然最後這件事 就是大家掃諸一個現實紀錄 還是一個心理的狀態 我自己可以提供一個個人經驗 就是若干年之前 我曾經去歐洲旅遊一段短時間 我們看到 基本上整個歐洲 很多的雕塑 是在說打怪獸 是 是 你當時是哪個國家 德國 德國 很多的 你去到噴水池 甚至是 我忘記了是教堂 總之是一些比較舊型的建築物 你會看到很多這些人獸戰鬥 是 是用什麼武器 棍 即是很簡單 沒有現在這麼高深的武器 我問過武器的原因 其實就是 如果你的武器 是越簡樸 甚至乎是越基本的 可能這個年代久遠一點 當人類已經有能力 做一些很精密的 可能舉例做一些長一點的槍 或者是一些矛 甚至是陷阱來去假的怪獸 可能時間進化了一段時間 不是的 基本上是很簡單的 我想這是跨民族的 歐洲來說 很多民族都有這些 其實在歐洲 經常聽到有些會噴火的巨龍 即是經常說那些王子 不 待會我會說 而那些龍 跟我們中國的龍是不同的 那些歐洲的龍 就真的像日本那些特攝片裏面的 那些大的東西 其中一件事 這是很普遍歐洲的 我見到很多的 其中要打一隻 這隻不知是否是怪獸 就是人頭碼 是 我當時看到很多人和人頭碼 交纏的一些 甚至乎曾經 如果你看到很多小說 人頭碼是一族的 這些是掌山上面 跟神仙 或者跟神有關係 反而如果用這個 等於我剛才說過 埃及的時候 那些鷹頭人 甚至乎很多動物和人 即是交配之後的人工做出來的 即是有人的身形 但有動物的其他肢體在那裡 那這又怎樣解釋呢 這個比較簡單 我其中有一個解釋 如果要用心理的方法解釋 就是一個部落的圖騰 即是他把人和馬的圖騰合在一起 這個其實又可以用一個比較 即是自然科學 或者很粗糙的方法 就是原本有兩族人 是 人和馬 為圖騰 好 為圖騰 即是合起來了 然後就形成了這些 如果假設神秘一點 是否古代有些基因工程也好 甚至乎有些生物學家很瘋狂 他做了一些新的物種 就是把人和馬去結合 我想就不行 因為那個動力上 是 還有骨狼 骨狼 你怎樣拼出來 想像就是意義 因為拼了上千遍 其實等於我反過來 就是所謂美人魚 是的 美人魚這個其實 我們說了很多年 但真實來說 就不可能是人魚公主那麼美女 因為在水裡的話 不過這麼說 最近以色列就說 那天真的見過一些美人魚 是 那便出了獎金 那是否捉到呢 就是後話 是 最好笑的永遠都說 烈美人魚究竟是人頭魚尾 還是魚頭人腳 是 這個永遠都是一個笑話 不是笑話 可以有很多種 你說的 這些是基本上 這個故事的原型 就是說 剛才你問到 人和龍打 是 就是聖George 這個英國的Patreon Center 就是英國人 基本上是 以這個作為標誌 聖George 打那隻是這樣的 打的方式 就是用長矛 但我在歐洲看 其實歐洲大陸不是這隻 基本上是用棍牛 再簡單一點 不會騎馬 不會騎馬 因為很可能這個涉及到 歐洲對希臘神話 受到希臘神話的影響 基本上 回來也是那個問題 就是這些怪獸 如果去到這個階段 我估計其實是恐龍 是 會飛的 有翼的 有翼的 但問題是怎樣 這個傳說本身 在恐龍未出現 人類未知有恐龍的時候 已經有 那你就難解釋這件事 為何會在人類的意識裏面 是 巨獸 不是 不只是巨獸 而是 最神奇的就是 類似剛才巴比倫那些 或者這個 不斷有這個龍的影像 在這個人的意識 浮現出來 是 很多畫 很多畫裏面 浮雕 也有做出來 是 如果你所謂這樣說 其實 這個怪獸的形象 你不要理它 歷史上的原因是怎樣 就是跟這個人的潛意識 是一個很大的關係 這就很難解釋 沒有見過 為何不斷有這個恐懼 會發現出來 如果你說在人類的 知道有恐龍之後出現 而這個恐懼是 就是 慢慢發現出來的時候 都可以解釋 但這個恐懼是 在人類認識恐龍之前出現 我們認識恐龍的意思 其實就是 可以透過一些 考古學 不是考古學 就是那些 骨骼的發現 骨骼的發現出來 你才可以見到 另外一個 就是 何不可能講多一點 就是 連聖經裡面都有 聖經裡面 其實你可以講很多 那時候 這個 就是 烈花艾芬 其實有很多人 說不到是甚麼 因為在聖經裡面 只是說 穿了甲的一隻魚 很多人都懷疑 其實這隻是鱷魚 但問題是來的 究竟這隻魚 跟利斯湖水怪有甚麼關係 不是 其實在古代 唯一在聖經裡面所講的 其實有很多 我們最簡單講的 就是 魔鬼 從何以來 以前都是天使 它墮落了 然後又跌到地 然後再背叛神 最重要的是 蛇從何而來 蛇也是那時候 因為撒旦 原本有腳 然後它衰了 就要它爛 問題在哪裏呢 當然我們現在 用我們看到的蛇 來看這件事的話 就以為當日 它可能是一條很細細的東西 在伊甸園裏 跟夏娃傾聊天 如果我們幻想一下 其實那時候它的形態 是等於一隻大一點的恐龍 甚至乎 它那時候有腳的蛇 是怎樣顯現出來的呢 會不會就像剛才那條龍一樣呢 不用 現在那些 在南太平的島上 還有一些巨型的 會爬 那些蜥蜴島的蜥蜴 那隻蜥蜴真的有位置 很大 如果你看到那隻 你以為看到它是恐龍 所以問題是 在伊甸園裏面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生物 如果我們假設 當日如果我們經常有一個 很恐懼的形象 就是撒旦 因為撒旦 曾經它出現過 在人類 即是夏娃面前的時候 就是一個有腳的蛇 這個有腳的蛇 如果我們幻想出來 會接近我們所對的一些龍 這隻是真蜥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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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是真蜥蜴蜴 這隻是真蜥蜴蜴 走得很慢 你看到這隻蜴蜴 假設它還有腳 就是伊甸園跟你在聊天 叫你 想你吃蘋果那隻蜴蜴蜴 所以我們幻想回來 有可能我們不斷使用了 現在的蛇 但問題要反過來 有些很勁的大蜂蛇 所以會否曾經有可能 在聖經裏記載這些奇怪的生物 其實是魔鬼 或者曾經是天使 顯現在人面前的一種形態呢 但你也可以调回来说 可能在古代是真的见过很多这些东西 也被他们咬过 将这一个经验转化成一个神话 就是这些人是奸的 是魔鬼来的 其实很简单 威胁到人类生活的一定是恐怖的 其实是古代 我们现在就当 你老实说 你见到这种东西 如果你是原始人 你都害怕 现在我们就说猪很蠢 以前的猪有很长的尿牙 现在还有一些新界 对 山猪 因为你晚上见到 他的眼睛会发光 说到发光当然很不科学化 但是你晚上见到 你只见到两只眼睛都会十来十 这个可能是一个基因改造 或者是退化 因为如果你用神话来说 很多人说亚特兰尼斯的典故的时候 都提及了一件事 我们神秘知识也提过 就是有很多人都说 亚特兰尼斯那时候 为什么会灭亡呢 是他们自己采取一种 叫做自我毁灭的一个方式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当时他们已经 在他们的文明 已经可以做到一件事 就是将一些动物 是夹在一起的 即将变成一种 今天的基因工程 今天的基因工程 即是现在的基因工程 就是说它会可以将一只猪 然后将它夹在两对翼 变成一只非猪 你这个要讲得比较清楚 为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传出的 为什么是到近代说出来的 就是当时亚特兰尼斯 为什么会灭亡呢 就是因为这个是习交 就是几个不同的物种 譬如人和星星 又或者被人类高级的物种 和人类集加在一起 你听下去 你又觉得是一个神话 但是如果你听回这几年的基因工程 实际上它是在说这些东西 就是不同之间的物种 将它混合之后会变成什么样 刚才我所讲的用埃及 刚才我所讲的东西来一个比喻 所以现在这部电影中所讲的怪兽 它自己都是不断变种的 就是同一个种 但是它是当它战斗完之后 它会知道你有一种新的战斗术 它会再变种 不断变形 它解释了真正在下面 它控制着那一群大佬 不断将它改进 我找到加美拉的那一只怪兽的造型 即是加美拉的这一只蓝结怪兽的造型 哇 抄得这么迟 应该被人反权费 它最关键 你会看到它多了一种设计的就是 这只怪兽的头顶上那一把好像一把刀 不是一般的 我们自然看到那些 好像恐龙那种 或者哥斯拉的那种怪兽 所以这一只很特别像 这只就是在北海看到的怪兽 但是这个其实我要提一提 因为在自然界方面也出现一个悲剧 大家知道虽然你看到在海里面的魔鬼鱼 就没有那么尖 就是一条刀出来 就是一条一条骨弄出来 但是射哥是杀了个人 这一位很出名的就是岳余先生 是 就是他一次在水底跟他拍照的时候 是他那条尾 好像是头 是头的刀 刀过这里 刀过这里 刀过刀 立刻死 这就证明其实这个恐惧在现实的生活里面 就是自然界里面的确是有基础的 只不过在戏剧里面你将它放大了 刚才我用猪的比喻 其实现在我们觉得猪是没有杀伤力的 猪是蠢的 但是曾几何时猪是非常之凶狠 非常之厉害的 有种在西岳的记载有种叫封禧 那种封禧是一种很巨型的猪 那种巨型的法 就等同于我们看卡通片 就是幽灵公主 有一种很白色的那只猪 它里面就差不多有六个人那么长 就是那种形的那种 它在神话里面就叫封禧 如果你用现在来理解 就等同于这些巨型的怪物 是猪的形的巨型怪物 当然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那种机械人 尤其是那种红色风暴 有三兄弟在一起 这是中国代表 是中国代表 那种其实我们就应该去比较一下 究竟这个灵感 不要说灵感 究竟是否实际上是抄袭 哪一部日本的动画和电视片 第四节再说 这帝前的耳朵 是没有 许多的 或者是有这么多的 不过那些 多的人 真的 关于 厅